做得更好 請來鄉親朋友大家好,我是願願歡迎你收看台南鄉情形 台南鄉情形這個節目是由我們台南市政府製作最主要目的 是讓我們鄉親朋友大家對著我們台南市政府國教家的業務做一個了解 當時也要來跟你們鄉親朋友來報告我們台南市政府最新的主席和換黨歡迎收看 我們今天要說的主題是我們社區、照顧、關懷的古店 節目一開始我們先來看電影片聽看市長要跟我們說什麼 剛剛我們介紹了相當多蔬食的好處 因為有時候我們不是每天都大魚大肉 那因為不管因為宗教理由或是因為什麼樣的理由 但最重要是因為健康理由能夠有推動蔬食 我們事實上很謝謝大家這段時間所做的努力 我剛剛念的其實只是一部分我們還有很多很多的社區 跟禮辦公室在推動共餐的時候都有供應蔬食 那我們營養午餐好像也有供應蔬食 所以說這個能夠讓孩子從小能夠養成營養均衡 因為從小我們爸爸媽媽都會跟我們講 就是營養還有老師都跟我們講 營養要均衡 可是常常小朋友都會都偏好只吃肉不吃蔬菜 便當裡面的蔬菜都把它夾到旁邊去 那這個部分其實年紀有稍微年長一點 看了其實知道更多的這個知識以後 我們都知道蔬食是很健康很有必要的 所以說我們其實用政府的力量 那也希望說跟各個社區合作 那現在推動共餐我們都有在推 也希望說中央跟地方一起有資源來讓我們推動共餐 共餐有很多好處 那我們年長者 今天可能三四十個一二十個大家共餐 今天這個張三不來明天理事不來 他怎麼樣是身體不舒服 我們就去關懷他 他如果說他不在 他因為他不方便 這個譬如說生病或者是怎樣 我們就可以去送餐送到他家 這個是一個社區關懷 同樣的蔬食也是一個大家一起 你自己一個人吃蔬食 有一個人吃蔬食 有一個人吃蔬食就靠義牛 也謝謝大家很用心的推動蔬食 能夠讓營養更均衡 我們知道台灣的社會 現在已經步入高齡社會 高齡化的社會 那麼人口老化很快 在現在節目前的情形當中 我們知道有很多事大人 可能已經退休在家裡 那麼退休的這段時間 他可能要很長的一段時間 以前的人可能五六十歲 六七十歲可能就回去了 但是現在的人五六十歲 跑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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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十歲也沒算什麼 所以有時候他們的年齡已經可以 青菜七八十八到十一百 百貴 你看這麼長一段退休的時間 我們要在家裡 那這一段時間 我們要怎麼過 這個生活品質比較好 因為有年齡 終於沒有像以前 年輕的時候活動自如 還有啊 我們年齡有的時候 可能還沒生產力 那麼這個時候 就需要說 我們的家裡是小 來幫我們照顧 那時候家裡是小 自己在忙 打拼手藥 有時候也要照顧他的孫 所以我們要用這個精神 來照顧世大人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是有點 可能也喘不過氣 所以我們政府 我們市政府 在這部分 就幫助我們世大人 把我們這些年輕人 來替我們照顧到 我們這些公共的世大 那麼讓他們 在養老的部分 可以不需要那麼辛苦 像我們最近說的 這個健保的補助 這就是一項 這個福利嘛 那麼我們知道說 除了這部分 我們要讓老年生活 的品質更好 行動自如 像有的人說 戴到七八十 戴到八十 戴到一百 可是都倒在臉上 那個生活意義 品質也都不好 那麼這部分 其實我們市政府 都有想到 要來協助我們的 中部世大 讓他們的老年生活 過了更有意義 還有品質更好 那麼在這部分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 我們台南市政府 社會局局長 盧宇聰局長 要來跟我們分享 修憲我們先邀請 局長跟鄉親朋友 局長你好 主持人 委員 還有我們市民 鄉親朋友 大家好 我是台南市政府 社會局局長 盧宇聰 是 那麼說到這部分 對老人的行為 一些照顧 對我們經濟上 他們監禁負擔 像剛才我們說的 我們最近七月一號 大家開始實施的 這個健保的補助 那麼其他 還有要讓我們的 這個大人 他們 就是在他們 老年 的這段時間 裡面的生活 過了品質更好 那麼我們市政府 有很多 很多的這些 服務 我們 簡單想到的 我比較想 就是 以前在 大概有二十年了 我們有一個 村里關懷中心 那應該是 台南管政府的時代 那麼 現在變成是 社區關懷據點 哇 這部分 我知道說 在這個村里關懷中心 還是說 社區關懷據點 這個部分 這個地方 他們好像為我們的 老人 我們的 這個中部的事件 做很多的服務 跟我們做很多的照顧 是不是 請我們 這個局長 跟我們的鄉親朋友 來說明一下 我們這個關懷據點 所作的 這個內容 好嗎 其實 頭過來 我們主持人一開始 就說到 在我們台南的這個 世大人 以前到現在 增加出近 目前 跟大家報告 目前我們台南市的 中林考書 是185萬人 那 世大就是 65歲以上的 差不多 有34萬人 所以目前 我們的老人人口比 就是18.3萬 這已經 入到我們 做高人化的社會 是 所以早在 剛才我們 朱秦源 有說到 在以前民國 91年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 又是台南管政府的時代 那時候就看到說 其實早期我們台南的 世大 老化 也是很快的 所以當初 當初的老人 建設就說 咦 我們這個 世大慢慢 避老以後 避老以後 這樣四處趴趴走 也不是辦法 是 所以當初的 管政府呢 就設計 就是 村里關懷中心 對 這個村里關懷中心呢 是 把我們的社區的 世大 可以叫來 在我們的 當地的外棟中心 提供 包括說 我們的健康促進 包括說 房市 包括說 電話雲安 餐飲 這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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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世大人 可以 特地固定我們的關懷中心 可以 不要後面趴趴趴走 他如果會走出來 那時候 咦 我們也看到他本人 就會發生一些 對 對 有些時候 比較可憐 在家裡 還不知道什麼 對啦 如果走出來 還可以 有我們的 家裡 家裡 還有遊戲 健康促進行者 還有永餐 所以這個建設很好 對 民國九十一年 台南館政府 做一後 做得不錯 做得不錯 所以後來 我們中央 的福德 我們全台灣的關係 都要來實施 所以我們這個名字 現在是關懷照顧據點 是 所以我待會兒說 這個照顧據點 照顧據點 就是這樣來的 因為這個 關懷照顧據點 它照顧的是 身體 真理 還有心理 因為 我們剛才說 對他的健康有幫助 有時候出來 跟人們這樣分享 跟人們這樣 跟人們這樣 還沒悶在家裡 沒有白色 對啦 想起說 我這個小孩 沒有友好過 我這個女兒 沒有友好過 有時候出來的時候 多一些 正面的 互動 對人們的幫助很大 對啊 那麼 這個照顧中心 我們的關懷據點 這目前的情形 還有我們 大概 差不多有多少 這個照顧 據點 是 其實台南 以前的台南館市 學平一號的台南市 在我們關懷據點的設置 算是 我們全台灣 屬於屬於屬於很厲害 現在目前到上級的位置 我們的據點 有398的據點 這398的據點 我們來算看看 我們全台南市有649的例 所以我們這樣說 這個涵概率 就是百分之六十 就是說 我們百分之六十 這些例 都有關照顧據點 包括說 我們理辦公室班 還是說 發展協會班 或是說 我們的其他學會班 都在我們家庭界邊找到 當然我們 市政府這裡 現在也很努力 我們希望說 大家裡面 都有關懷的據點 這是我們未來的目標 是啊 如果我們的市場 可以有地方去 有地方去 有地方去 有朋友去 也有飯去吃 對 那麼 我們這些老大人 靠這個關懷據點 我們關懷據點 他最主要 替我們的老大人 中部做哪些服務 還有關懷據點 其實我們 以前到現在 已經慢慢 過程起來了 有四種服務 第一種 這是關懷仿式 這個關懷仿式 是什麼 其實關懷據點 使用我們的地方的季工 我們要知道 季工是 不領錢的 對 我們派季工 去市大人 雲刀 固定去做仿式 這個市大人 仿式的事實 我們的季工 就要打招呼 看我們市大人 最近在做什麼 油有好好吃嗎 最近過得好嗎 來關懷我們的市大 這是關懷仿式 這是第一種服務 來 我們再說 第二種服務 第二種服務 合作是 電話穩安 我們基本上是希望 可以去面對面 這個關懷仿式 第二種 不得意的事實 我們也要求 我們的據點 用電話 來靠我們的市大人 來清安 所以我們各位市大人 這個電話 如果是我們社區 爬來 那是穩安 所以也要關懷 用電話 看我們大家的市大 我們最近好不好 這是我們的第二種服務 第三種服務 我們也要鼓勵 我們的市大 可以走出門 走出門 走出門 我們要有一些 誘因和動機 對不對 所以我們關懷據點 就是第三種服務 這第三種服務 這是健康促進 這個健康促進 包括動態型 幫我們教授 要怎麼做運動 也有靜態型 包括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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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說 我們聽醫師 醫學師 來講座 來講座 頂頂 讓我們的市大人 身體 可以動起來 這是健康促進 越來越健康 第四種 和這個餐飲服務 這個餐飲服務 在我們的社區 裡面 我們的據點裡面 有的有提供餐 有的沒有提供餐 我們現在 盡量 協助我們的社區據點 可以來供餐 供餐就是大家來吃飯 吃中午餐 大概我們市大人 差不多八九點 就來關懷據點 十一點多 就準備要吃飯 要來回去休息 所以我們這個服務 一共有這四種 剛好說到這個吃飯 可以就是走出來 對不對 很不得意 沒有辦法的時間 我們就送去營餐 我們關懷據點 基本上的靈魂 都是我們的志願朋友 所以 在這裡 很感謝我們的志願朋友 我們現在關懷據點的志願朋友 有1萬1千570人 所以我們關懷據點的志願很多 都在我們台南市的各據點 為了我們的社區的使用 來做服務 是 剛才局長有跟我們分享 你看在關懷據點 可以做這麼多工作 就是 憑自己的興趣 有時候在我們這個地方 動靜都可以 對啊 有時候你坐在那裡 升桌遊也可以動一動腦 比較不會老人痴呆 對啊 你如果說 喜歡做一些手工具 做療癒 對於心裡面有一些很滿足 動動身體 這更重要 因為那些使用人 需要運動 人家說要火就要動 尤其是我們有火 還要需要運動 那麼我們怎樣 說這些關懷據點 我們有一個就是說 他要再推動一個叫做 營債好機率 營是營法主的營 所以我們就聽到 這個是對我們中部 好機率就是要我們 腳的那個機率要夠 對 那麼在這部分 是不是也請局長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營債好機率的內容 還有他的政策 我們主持人說的營債好機率 說到沒錯 其實呢 我們最近的使用人 發現到說 失智、失能 慢慢變成這樣 我們有時候 吃老衣 筋骨 我們的腳慢慢都沒有掉 這樣喔 你只要沒辦法走 心動不便 所以在這幾年 我們為了說 讓我們的使用人 你的筋骨 腳底會比較好 你的失智、失能可以減緩 對 所以我們就推出營法好機率 對 其實它是一種 健康、體適能的活動 這個健康、體適能的活動 我們有固定的一個行程 我才會給大家做報告 我們鼓勵我們的使用 都可以參加我們這個 營法、體適能 讓你的筋骨可以伸展 讓你的肌力可以強化 讓你的肺部、肺活量可以增加 多軟度增加頂頂 這樣是時候 我們筋骨腳底 我們的一種 失智、失能的減緩 對我們的健康會比較好 所以我剛才有說到 所以我們最近 這幾年在辦 這個體適能的班 引發好機率 他肯定的 我們鼓勵大家來參加 預計辦 十個班 一個班 都有四禮拜 四禮拜 一禮拜是一日 一次是兩點鐘 這是我們這幾年 先辦的一個服務 我們希望 這個長期 四禮拜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使用 可以參加我們這個 服務活動 讓你的肌力更好 是 他說我要告訴我 贏在好機率 就是說 讓我們的使用 我們這個所在的運動 因為 我們使用大人 可以上班 自己走 就不需要 增加我們 醫療的負擔 也不需要 增加我們 政府兵的人 來照顧 因為他自己走 會動 我們可以這麼多 的主委 醫療 的生死 那麼 除了說 我們的關懷據點 大家來到關懷據點 以外 我們現在好像又走出 關懷據點 我們又有一些 新的政策 就是說 帶我們使用大人 出去走走 人家說老老的 就是讓他們 也出去外面 呼吸新鮮的空氣 去多看一些視野 那麼這個輕旅行 請局長跟我們做一個說明 好嗎 好啊 剛才我說的是 都在我們社區裡面 我們 主持人員也說到 我們現在慢慢 把我們的範圍 擴大 我們食材 我們台南 我們台南37區 不知道你都會怕打開嗎 所以我們特別 舉辦這個輕旅行的活動 這個輕旅行是這樣 我們結合到我們的觀光休閒農業 還有我們的觀光工廠 目前我們配合有差不多28個點 目前還慢慢增加 我們辦這個輕旅行的 差不多到現在辦31個 31個場次 差不多有1,200人參加 我們當然慢慢的 再辦 希望我們的社團 都可以 一個一個參加到 春旅行 可以走出來 實際我們台南 要我們的觀光 農場 還有我們的觀光工廠 如果好 我們的 因為 會記得 你甘期申請金牢卡 還沒啦 還沒啦 15個以上 金牢卡 現在只有20萬人申請 不會申請 趕快去 坐公車可以免費 因為剛才我有聽 我們局長說的數字 好像說 65歲以上 現在台南是有34萬 所以你說26萬 那等於說 還有差不多8萬的人 沒有去申請 對啊 6萬到8萬的人 所以今天有聽到 有看到這節目 比較快 跟我們社會教問 說金牢卡要怎麼申請 是 像我們台南市的公車 系統越來越好 你可以第一站 坐到第二站 坐公車可以免費 對 或是說我們有提前 我們的觀光工廠 休閒農場兵 給我們台南市 30多區 都總算一遍 是 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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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會去免費 那麼 我們剛才還有一個 這個我好像第一次聽到 說有一個西級的巷弄站 所謂西級的巷弄站 這是什麼意思 對啊 現在說到 我們主持人說到 這個C級 ABC的巷弄站 其實有很多年 我們的長期照顧政策 入了第二十年 這個長照2.0 長照2.0 裡面 有分三站 A B C 四站 C就是 我們說到 社區安老 社區老化 社區安養 所以 頭過的關懷據點 我們再跟 情侠共靈 給它更多 補助和靈力 我們如果是 巷弄長照站的時候 沒有錢有230人 這個巷弄長照站 跟我們說的關懷據點 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巷弄長照站 他有分 應驗三天 四天 五天 我們希望是 都可以五天 關懷照顧據點 時間比較多 我們在長照政策之下 希望說 讓我們的關懷據點 強化 提供多少個 服務 時間比較長 所以這個長照相弄長 232的 他的時間比較長 他提供的服務 多很多 而且人 而且一些服務 比關懷據點的更好 所以這個長期是 我們剛才說的 關懷據點的最強版 喔 升級 升級版 對 所以他也有可能可以升級 升到A級B級 我們剛才說的 這都是關懷據點的 一些教育 是 那麼還有就是說 我們現在 統整一下 我們關懷據點 未來可能還有一些 創新的想法 讓我們這個長輩 怕出我們家庭 因為這個長輩說實在的 你這樣有在家裡 有時候是 家裡的少年人都去上班 上課 沒有人在家裡 你自己有在家裡 說實在的 人家說會變出來 對啊 所以多多出來 交朋友 多多出來 跟大家來互動 我想說 身心都是健康的 那麼 我們的關懷據點 要讓我們鼓勵 我們的長輩 走出家門 那麼 我們是不是又請 局長跟我們 我們來說明一下 對啊 也說得很難 我們剛才到現在 都在說關懷據點 有四個服務 說實在 我們關懷據點 在全台灣 台南市 算做得很好 對 基本上 我們關懷據點 都是 寄港在做服務 對對 我相信 說 我們在社區 關懷據點的寄港 慢慢的老化 所以現在 上面是 在關懷據點 裡面 是老人 在照顧老人 這個老人照顧老人 也不是不好 也不是不好 對 我們有的 我還有用 有成就感 對對對 我們都想說 嗯 不就是年輕的老人 照顧老的老人 沒有 有的是老的老人 八十幾歲做寄港 只有他有能力 對 他才有能力 他可以照顧到 我們年輕的老人 對對對 所以關懷據點 除了我們 剛才說的 寄港 我們鼓勵 我們的寄港 也能夠做寄港 來服務 我們自己的老人 讓我們 那種的 榮譽感 還有我們的心情 會越好 所以這是另外 一個好處 一個地方 對 那麼 關懷據點家 平常當時 剛好有什麼 多得什麼困難 還是多得 需要克服的地方 是啊 說到困難 其實我們關懷據點 在台南 也穩重 差不多二十年以上 其實我剛才也說到 早期的寄港 差不多都 中壯要比老人 現在呢 那個寄港 慢慢的老化 我們發生一個問題 需要心血 需要心血 最近我發現到說 很多我們的中壯年 雖然說呢 有在做寄港 不過 都比較沒有來講 來據點做寄港 都去哪裡 對啦 我們現在的 中壯年 都去比如說 我們的觀光所在啦 文化設施啦 便宜丁丁 休閒場所 像這個寄港 就大家都報名 要再排隊 是喔 對啦 說到的據點 有時候結合好人 所以第一個困難 一定要跟主持人 跟我們 觀眾朋友報告 我們觀光的據點 需要那麼多寄港 是 我們這麼多的 那個寄港都在這裡 我們希望說 年輕人也好 中壯年也好 男朋友也好 男朋友也好 可以來我們 旧金觀光的據點 做寄港 要來給我們 我們家裡 家裡的寄港 我們家裡的寄港 我們要記得 今天讓我們 讓我們有別人 我們要逼老 對 對 有別人讓我們 所以我們最近 經常說 哇 現在沒有人做寄港 以後 來講的據點 從來沒有人做 沒有辦法 對啊 所以第一個就是 我們這個 人理的一個問題 嗯 那麼這樣 就是要 在一些團體裡面 也有一些人很主動 很熱情 但是也有一個人 他們可能會 比較內向 或是說比較激進 或是說 某種的原因 他也不願意出來 有一些人 可能 他就是不願意 主動的出來 那這部分 我們社會主動的 社會主動的 有什麼方法 去引導他們出來 對啊 我們這個獨居老人 對 獨居老人 其實 如果是你不方便 當然你就 沒有辦法出來 是 沒有辦法出來 沒關係 我們的工作 我們的社會局 我們的社區 都會派人 去關心我們的社長 我們又鼓勵 我們現在還有 還有社長 他都在家裡 對 他也是獨居老 我們會擔心 擔心什麼 你自己在家裡 也沒有人照顧 對 你若是骨頭 擺盤 沒有人知道 對 沒有人知道 所以呢 我有關心事故 我們也是 跟我們的社長說 我們會走出來 包括關懷據點 向照長龍站 還是說哪有這麼多 親旅行 坐公車上面 走出來 你的身體會比較健康 你的心情會比較好 對 所以在這個獨老 我們市政府家 也是修進版本 讓我們獨居老人 可以過得比較好 是 身心健康 對 這是應該是 我們關懷據點 對 最主要的 最高的目標 對 那麼剛才我們在說到 像這個 就是說 我們把社長帶出來 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有很多祭崗 在這裡幫我們做 有 那麼這個祭崗 我們是不是會 給他們一些 訓練 還是說 對這個祭崗 有什麼福利嗎 喔 剛才說到 其實我們那個 祭崗 我們定義上就是 我們沒有任何回報 對 所以他絕對是沒有錢 對 這要先跟大家說 好清楚 當然要訓練 要領到手冊 我們今天 來據點裡面 要來做這些服務 不管你年紀幾歲 你老人也好 少年也好 都要經過訓練 我們方式 要有皇室訓練 我們要電房 要有電法文 要這樣訓練 對 甚至說你要煮飯 你要做健康 促進活動 這都要訓練 所以我們要用專業的提升 把志工導入我們的據點 對 所以其實志工對我們的據點 會訓練辦得不錯 而且很多時候 也要自己來做 活到老 學到老 對 服務到老 在這裡看得出來 所以 志工來到這個地方 對他雖然沒有什麼 營利 沒有利益上的幫助 可是對他本身 他的提升 內在的提升 其實是有幫助的 對 因為這都是市政府 幫你做免費的困難 對 免費的困難 除了說 你可以應用在 我們的關懷中心 其實 在我們的生活 日常 有時候 他這些訓練 也可以提升你自己 也能幫助你 讓你 人能更好 讓你對 別人的服務 這個品質更提升 對啊 那麼 今天很感謝 我們台南市政府 社會局長 我們盧宇聰局長 來跟我們鄉親朋友 來介紹 我們社區照顧的 關懷據點 幫我們做的服務 最好 局長還有什麼 要跟鄉親朋友說 是 也希望說 我們老化的時代 會有那麼多人 來參加我們 關懷據點的服務 也希望 有那麼多 我們自行 到達我們的關懷據點 裡面 來給上 那些服務 那些北京都是我們的 家庭界標 今天你 你服務別人 問一下人服務你 總是我們都會老 對不對 在我們社區裡面 可以順利在地安老 是我們 這個關懷據點 最大的目標 人家說老無老 以及人之老 是 所以我們 服務別人 以後 讓人給我們服務 今天感謝我們 盧宇聰局長 謝謝局長 謝謝 謝謝我們各位 鄉親 感謝各位 是 感謝我們鄉親朋友 你的收看 台南鄉親走 我是恩恩 我們下次見